瑜伽和冥想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健康不只是生理,心灵层面的富足也会影响到人体的和谐 美国心理学家就提出了,应该要把瑜伽纳入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 根据研究,每周练习三次瑜伽就能够大幅地改善忧郁还有情绪低落的问题 另外专业的瑜伽老师也表示,放松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冥想 透过静坐和冥想,让身体来接受平静的状态 我们要放松身心,其实是要让自己先慢下来 就是让我们的腹脚感神经提升 然后慢的方式,其实我们透过五感 比如说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我们利用这一些来影响我们的腹脚感神经 比如说音乐慢的,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腹脚感神经起来 或者是灯光,灯光暗一点 也可以影响我们的腹脚感神经 我们利用这些元素 然后瑜伽是因为动作慢 所以更可以把我们的腹脚感神经提升上来 让身心慢慢地放松下来 让心跳下降,让血压下降 让情绪平衡 这样就可以达到其实我们要的一个放松的目的 然后调整情绪 瑜伽老师也教我们 可以借由几个简单的动作 来达到身心灵的放松 一般我们在进行伸展放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先做好足够的暖身 那再来在动作进行的时候 务必记得把你的肩膀下压 肩胛骨稳定 让脊椎维持在一个延伸拉长的状态 那停留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憋气 不然血压会升高哦 然后再来就是停留的时候 请你坐到你紧绷的地方就停留 那不要造成太大的疼痛 那千万要记得不要出现弹症式的动作 那动作过程中保持流畅的呼吸就可以了 法界新闻许建议高雄报道